香港历史博物馆旁边就是科学博物馆 当然反过来也是 两个馆每周都有一天休息 正好一个周二周四错开来 这样的设定有没有什么考虑呢 反正每一天你过去都会有馆你可以看 曾经有一次带小朋友去科学馆看错日期 结果只能去对面的历史馆 小朋友还是喜欢科学馆多一点 所以就有点不开心了 毕竟要喜欢上历史的厚重 还需要点精力和时间才行 香港这个小岛 据说是全世界人口密度第二高的 它在香港岛的南边距离很近 中间正好加出一条狭窄的水道 成为了一个著名的避风堂 这小岛上的楼市有点密度 但更吸引人的是避风堂里面的密密麻麻的船 虽然密密麻麻 但错落永至 流出整齐的水道 供船出入 这个小岛叫做压力州 香港历史博物馆这个展品 这么精美 竟然是一个基础 如果不看介绍 我是绝对想象不到 这部分是介绍以前人的婚嫁习俗的 这是随着新娘而来的精美基础 我猜寄托的意思 应该是日子富足吗 不知道会不会真的拿来养鸡呢 香港的园丁 小心翼翼地用钢丝绳 把栽种不久的树固定住 风际里面 台风对这些植物有着莫大的威胁 确实需要加以保护 等待多几年 它们长得更加强壮 才能放松 钢丝绳从几个角度拉着 核树接触的地方 用更柔软的材料包住 钢丝绳上 有调节松紧的旋钮 by bwd6 by bwd6